HELLO 大家好 想不到這麼快就有機會玩到新一彈 MS Mechanical Bus 上一彈都看過我的影片就是Liu Gundam 而今次就出了第二彈 就是Gundam X 我們現在就快點和大家一起 看看今次有沒有特別的進步 有玩開的朋友都知道 這一套的空象分開了三種顏色 一是組內扣 一是組透明顏色 另一隻是彩色 現在開了就是透明顏色 一次過開了第二彈和第三彈 一隻是內扣 另一隻就是上色版本的X 現在繼續組內扣 再和大家分享完成品 這次的頭部都是要裝嵌的 組內扣時就簡單組裝一下 但是比起Liu Gundam的頭部 這個XR就比較複雜了 好,記得這隻角 就像上一彈一樣藏在地台下 大家不用太擔心說不見了這隻角 很快就和大家組裝了 這個空象 Gundam X 透明和內扣 我和上次Liu Gundam一樣 就裝上了彩色件 因為只剩下一個內扣 我自己不會放 所以我就先裝上去 首先先看透明件 這隻 基本上組裝就沒什麼難度 這隻都可以 但是受制於透明件比較脆 大家要留意的就是這個位置 它是動得一點點的 另一件件就拋下去 這裏是很容易會斷的 但是大家如果用暴力的時候 看回正確的位置 其實一拋下去 拋正確的位置 是OK的 像我這隻 其實一邊就很難拋 一邊就很容易拋進去 應該有點QC的問題吧 因為500日圓扭彈 你都對它沒有太大的期望 最重要是拋出來 漂亮就可以了 另外一個留意的話 就是這個 首部後 就是這個位置 格拉底這個位置 說明書就說 前後夾了 加進去 加這件組件進去 但是 我發覺就很難裝進去 隨便拍了前也好 後也好 才裝一件 然後再拍另外一件上 就簡單得多了 接下來就到彩色這件組件 基本上跟上一代一樣 首先看正面 正面 側面 後面 其實 黃色的地方 和這個嘴 是全部上色件 而白色和藍色 就是膠的顏色 我覺得比較差了一點 這次跟上次一樣 有燈的 燈放在後面這個位置 你一放進去之後 其實也挺夠光的 我還嫌可能 其實太光了 但其實它有兩個裝法 就像Liu Gundam 即是第一彈的時候 其實就可以裝回 打直 裝回上去 但是這隻 就受制了它設計的問題 你只可以選擇向前 或者向上 但我試了向上的時候 眼睛是不夠光的 所以我決定放在前面 感覺上就好一點 而另外一件 這次我覺得 砌下去 就有點問題了 就是這兩條 都是這兩條位置 很難拍進去 而且 面這兩個位置 拍進去的時候 很困難 有些像在玩大陸的 老翻的模型 要大力金剛紙 有些就算很大力 拍進去 也是拍不到的 可能需要大家 做一些抗孔 或者修飾的位置 才可以裝陷 這裏有點失望了 因為 第一彈 Liu Gundam的時候 其實是 砌得順利很多 這個就比較差一點 好了 我們現在 就拿出第一彈 給大家比較一下 反正看開了 都放在這裏 如果說外型 其實 第二彈 我又覺得 比較漂亮 無論造工 各方面 但很可惜 受制於QC問題 組裝上 就沒有 Liu Gundam那麼簡單 暫時組裝出來 滿意 外型是滿意的 有些師兄喜歡 一半是彩色 一半是透明件 其實挺漂亮的 再高手一點 好像日本人 就 上色 加上滲線 都是一種 味道 正好多 大家自己自行選擇 今集 分享 MS Mechanical Bus 第二彈 Gundam X 分享到這裏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